这个螃蟹洞的特征明显吧 啥子应该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青蟹洞 是吧 今天挖螃蟹 很多朋友天天都在说就喜欢看挖螃蟹 就喜欢看挖螃蟹 先点到账再看 这门口怎么会有一个招潮蟹的圆洞 说明青蟹在这里洞挖没多久 往这边斜着走 来来来相机看看这边来 这里 这个痕迹明显不 稀泥糟 应该有话 咦 还往里面挖 哟 哟 还这么深 还往这边走 马上上火 火呢 咦 好 上下了 鸡贼 还像鸡贼 到 到了 好 还想加我 别错了,你已经顾他脸 第一只可不能翻车 在找他的盖 只要给我按住盖就结束了 好了,结束了 第一只很简单 来吧 上货 第一只 超级肥呀,这只螃蟹 超肥 真的肥 四两半斤,四两多 漂亮 这个潮水的螃蟹 每只基本上都是肥的 很少有手 温稳当当的 这个螃蟹的脚印特别明显 但是是小潮水的脚印居多 这个像是今天的 这个像是今天的 像在这里面的这个是前几天的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 它这里居然有一滩 淤泥 那个长苔蟹 这就比较尴尬了 通常螃蟹都门口这有 有这个苔蟹 一般里面不会住螃蟹 因为它螃蟹每天进去出就进进出出的话门口不会长苔蟹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呢 脚印又比较新鲜 中间又有苔蟹 只能堵 我觉得有货的概率就只有六七成吧 确实有点没底 但是冻火够大 螃蟹 也有可能有 我们挖几场子看看里面的有没有脚印里面有脚印 就可以挖 来看这里 新鲜的痕迹新鲜的脚印 就是这个 可以确定有货 放心的挖 不会白杆 并且看洞口痕迹 七两到八两 公器 肯定是 到水坑的位置了 快就到水了 用铁钢试一下 万一就这么浅 往左拐弯 洞还挺深的 一个铁钢身还有一米多吧 估计得把洞口扩框 一会儿人爬进去搞 洞口扩框 洞里的稀泥啊 带着水 兜布对铲子 不好掏 好 我探一下 到了没有 稀泥 糟糕 洞口被盖西泥糟 看不明白 清一下西泥糟 我再下去看一下 哦 哦 哎呀 哇哟 哇哟 直接滑下来的 我操 你干嘛 你要把里面水喝掉吗 哎 别辣 啊啊啊啊 别辣 我头挨着 挨着水变着 哦 呜 你说清楚 吓我一跳 这个花腻水不好喝 还有点咸 咸不咸 咸的 感觉能烫到 但是我看着感觉好像螃蟹不大 心好累 来了 哇好像有点出不来 来了 来了 这只严重偏差 下次碰到这样的洞千万不能挖 老冻住心血 原住民绝对不是他的 他就是估计昨天才来的 这洞 买你三个都够了 数着买 买三个人 一段操作猛禄 挖斜一坎二两五 说的就是他 有脚印 但是好像不明显 刚才那个洞都干怕了 现在都有点不敢堵了 往这边走 这么深呢 这么大烟的 挖到这边来 它里面怎么会这么宽呢 里面怎么会这么宽呢 里面可以下场的 还摸不到头 这个洞深 摸不到头 这里有一米六七了 还摸不到头 哎呀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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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这个天啊你打这么大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玩肚子了 今天抓的牌齊全是怎么打 哈 恭喜 跟刚才那只一模一样 洗洗回家 抓太多吃不完啊 吃不完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 哎这鸭子掉毛吗 鸭子掉毛吗 可能换毛了 搞个羽龙扶贝 挺好 今天就这只大的最过瘾了 其他的这一对比 这种三两多的对比的话 就变成小螃蟹了 大的太大了 视频到这里了 拜拜